今年9月30日,是俄军投入去利亚战士三周年,俄先设着俄军参战时,去政府军只控制全国8%的领土,其余都落入恐怖分子和反对派之手。 经过卸战,截至今年8月21日,俄军支援续军解放那1410个军联典,控制了96.5%的国土,只有伊德利补充突降级区,占全国的3.5%,尚被反对派控制这一说法存疑,俄续军队消灭敌人各类目标是2.15万个,击比敌对分子8.6万人,包括830名战地指挥官。 其中4.5万人来自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,俄媒体形容,去利亚战争大学,让俄军收获颇多,获取实战经验,早在2017年12月22日,俄国防部长邵伊古透露,已有4.8万名官兵在去利亚经历实战,到了2018年8月21日,则达到630112人,其中军官25738人。 将军434人,俄陆军导弹炮兵4349名专家,战役战术航空兵87%的机组,陆军航空兵91%的机组,军用运输航空兵97%的机组,运程航空兵60%的机组均衡过战。 绍伊古透露,俄空兵军三分之二的飞行员,都在叙利亚经受战火炊炼,战斗出动3.9万架次,俄海军战斗航行189艘次,出动水面舰86艘,潜艇14艘,保障舰艇83艘。 绍伊古独自说过,俄军高级指挥员,都要在叙利亚战争,上京受实战考验。 那理应是村生格级指挥员的摇篮和铲床,俄国防部甚至因此调整了该部政策。 2017年底,俄军进行新一轮高级将领调整,驻续俄军部队及全员司令苏罗维金声任空前军总司令,而参与指挥俄血联军解放阿勒泊战役, 例如拉夫廖夫,则升任东部军去司令,军火库主编姆拉霍夫司机指出,是否拥有作战经验,已成为俄军官尤其高级军官晋升的主要考察标准,超级武器打场。 美国海军分析中心专家霍夫曼称,入序作战帮助俄军发现自身武器、战术打法和训练等方面的不足,并找到克服办法。 他们投入在类武器,检验战绩指标,发现设计缺陷,即时修正改进,再回到战场验证,形成一种正循环。 三年来,俄军累计在叙利亚试验231种现代化或改型升级武器,军发挥出色。 新武器中,无人机表现最突出。 三年间,俄军在叙利亚出动无人机超过2.5万架次,发现敌目标47,500个,每天有70架千上,害掉副石等型无人机出勤。 就在不久前,俄海军在波罗的海演习,前上无人机实施向参念水面舰,作战群提供目标指示。 舰挺收到后,发射口径和宝石导弹实施精确攻击。 这一战法,就是从叙利亚战场总结来的。 另外,鉴于许反对派平平用无人机,袭击注视俄军基地,俄军反无人机的技能也在持续提高。 根据战场反馈,俄国防部制定了军用和特种用途机器人技术教育标准。 军事院校从2018年休机起开设相关专业课。 学至5年,毕业生不仅会操控从无人机到无人前行器在内的战斗机器人。 还会开展设计工作,俄国民进卫军甚至组建专门的反无人机特种分队,对付这种不对称威胁。 先是战法应运而生,许利亚还是俄军先是战法的试验场。 在那里,俄军步兵分队里的航空引导员,能用平板电脑,或其附近有什么飞机,携带什么弹药,可随时呼叫空中支援。 霍夫曼认为,俄空天军先在叙利亚学会独立空中作战,接下来学习为地面部队提供掩护。 事实上,俄空天军与地面部队实施展开一体化作战的寄生日益明显。 由于去地面作战主要发生在城市,为此,俄军组建了专门的突击和破障分队。 俄军为工兵第一旅副旅长扑手齐尼克夫中笑说,这些分队负责为进攻部队开辟道路,保破障碍物和火力点。 保障主力部队推进,我们还组建特种布雷分队,可在敌后设置雷区,消灭敌重要目标。 很显然,叙利亚作战经验刺激了工兵改革。 2018年底前,俄军每个集团军都会有一个劝心的工兵团。 除了标准营以上的保障任务外,还能遵行城市突击破障,前线扫雷,敌后,逆逆不雷,快速清除敌减一包战物等任务。 俄军发现,面对恐怖威胁全球化,俄军必须赶赴遥远战区作战。 但仅靠特种部队根本不够,还需强大的战略投送能力。 叙利亚战争中,俄军通过策划叙利亚快车行动,调要运用运输航空兵,有效解决这一难题。 有鉴于此,在东方减2018国际联合战略军演中,俄军大尺度演练大范围,远距离,多兵力,多军兵种兵力战略投送行动。 进一步锻造军队与远征作战的能力与技巧,院校教育或教材,被施战改变的不仅上俄军一线部队,还有军事院校。 目前,俄总参军事学院正在树立总结俄空天军陆续作战经验。 院长扎路德明茨几城,陆续作战经验被列入必修课。 学员是要研究短期内在遥远战区组建部队集群,组织筹化,部队集群运用和全面保障,战斗行动指挥等问题。 还要探索开展人道主义救援和维和行动,在敌对双方间进行调节,是动用兵力兵器的先办法。 这也是许多学员撰写毕业论文的选题范畴,俄陆军诸兵种合成学院院长诺夫金称,考虑到叙利亚战战特典,他们在战术场上,修建了相应训练设施。 未来的派掌们在校园里,研究突击小队小组通往军免典要到或在军免典里消灭,敌人的分队编程与行动战术,还要学习榴弹发射分队,白坦克,分队和枝机分队的装备使用问题,在联级层面要重视演练与派机炮分队,炮兵分队,航空兵的系统问题。 事实上,叙利亚战士经验已成为俄军校考试内容,包括如何评价俄军在叙利亚的运用经验,检查毕业生对部队作战训练措施的了解情况,及对战役战术课程的掌握程度。 张力军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